大家好我是白癡公主的A減之汽 嗨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的浩哥 耶又是我 哈囉 今天要來知名的日本的購物商場 要來購物 我們最後會來測MVTI 對於我們那個人格 跟我們想要購買的東西 有沒有符合 我們兩個的性格 某方面程度有點像 鏡頭前面就是表演 而私下呢 就是我們其實就是一個 腳踏實地的人 比較內向 然後社交不太會 今天就是要來展現這部分給大家看 腳踏實地 你今天沒有在做效果 對 腳踏實地 要腳踏實地 要的 那這次要先感謝中華郵政數位金融卡 感謝贊助 那接下來呢 我跟浩哥團隊呢 我們會分開拍 難道你們不下來嗎 各自購物半小時 那有一萬塊的購物金 因為只有一萬塊而已 你們應該不會逼迫我說 一定要買什麼東西吧 全包買給我們啊 照片放你們的包包就滿了 那我要怎麼擺東西啊 這裡有你們想要吃的嗎 欸其實我很喜歡吃這種薯條欸 我要這一個 耳朵吸塵器欸 因為我每天都在挖耳朵 耳朵裡面有分乾耳跟濕耳 你是乾的還是濕的 乾的吧 那你呢 我是濕的 啊真的喔 唐吉克堂都只要買食物喔 衣架 衣架 欸有衣架 終於找到衣架了 買一個放室外可以晒的 然後這次放室內就這樣 務實 沒有錯 我就走一個務實路線 拉麵丸 好像可以買一個這個欸 但這不會容易破掉啊 好買一個好了 每次來啊 一定要買這個防水噴霧 大家不論說什麼 心血踩三下 你是心血嗎 你心的 把上噴 然後固定要噴 然後噴兩次 下雨天 或者是你被人家不小心踩到的話 或是你踢到什麼 桌腳 椅腳啊 也比較薄柔一張 買兩罐比較划算 這快要多少錢 好可愛喔 是三十一萬五嗎 你真的是離太遠一點吧 不要亂碰 你買電池買電池 有一些很特別的那種器材啊 就需要用到這種圓形的電池 你說公司的器材 還是個人的器材 是有一些 人而去哪裡啊 終於沒有衛生棉了 終於沒有衛生棉了 我家裡有 我把它帶去公司 因為你的有時候都放很久 怎麼叫我整個時候放很久 不准買 它就是只要倒進馬桶裡面了 馬桶都不用刷 馬桶本來就要刷 為什麼馬桶不能刷 你要用在哪裡 就用在馬桶裡面 你覺得現在有多少 我覺得大概四五千吧 買一蘭呢 這碗兩百零就我沒有買過欸 吃吃看啦 吃吃看 好 吃看看 那我可以買一蘭蠟粉嗎 來 來 買 買 買 一蘭拉麵欸 你知道我很喜歡去門市吃一蘭拉麵 排隊也可以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之前就要買門市一蘭拉麵回家煮啊 我就覺得為什麼我煮的不好吃 到底問題在哪裡 有人可以告訴我答案嗎 日本不是那個阿富里嗎 柚子拉麵 我就要買他們的泡麵 我覺得他們的泡麵 其實就跟現場吃的一樣 我之前有在IG上介紹過 有一次因為我太想要喝這個 杏仁果 然後大家都說 這邊賣很貴 然後Costco賣的比較便宜 然後我也會上網買一次 就是兩箱的那一種 But 那時候是因為我現在想要喝 半夜找不到杏仁果 平常買的都是原味 但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它這邊有 焦糖欸 然後另外這一個 是有加三種堅果的風味 我要來喝喝看 我超愛喝這種的 喔這個麻糬很好 知道我過年的時候 都會買這個麻糬 姐妹也聚在一起 然後在那邊烤麻糬 可以沾煉乳跟蜂蜜 它這個還蠻大塊的 你可以自製那種 小小的那種碳粉盒啊 在那邊烤也可以 直接再停你鍋上面煎也OK 欸這比較少 你們那種聚會的話啊 朋友來家裡要嘿嘿的話 你們就用這個大包的 要嘿嘿是怎麼回事 嘿嘿嘿 好好吃喔 嘿嘿嘿 好那我要買sushi 可以 這個299欸 這麼便宜 喔這便宜喔 這個超好吃的 那是什麼 這很爽脆 這很好吃柚子小零食 一點點酸又一點點甜 喔喔這個我喜歡 我要幫兒子謀福利 欸真的開始當爸爸之後呢 看到兒子的東西 真的就會住主 帥喔 我就買這個脫吊車 你就是買自己的一盒 謝謝老闆 沒有年終獎金了 哈哈哈哈 推薦大家來買銀湯匙 麥克代言的銀湯匙 這是原封專區啦 原封專區喔 我以為是什麼spa進的 哈哈哈哈 這是泡泡吃 拜託你 你買的話 我們會比較多業配的案子進來嗎 會啊我會努力接啊 欸他們也是很滿的 好誇張喔 合格粉奶茶粉啊 你可以喝這一個 有些人不是說什麼 喔為什麼我泡 覺得說好像味道沒有很濃 就是因為你們杯子拿太大 你們就拿這樣小小的就可以了 我看到了 我要改買奶茶 等一下 這個是我一定會買的 日冬紅茶 這個是奶茶粉 大部分的人啊 如果你買的不是那種 一包一包小條的包裝的話 是那種撈一匙的 你就會覺得好像不是這麼的好喝 找找看這種 這種是一條一條包裝的 北海道全乳粉 所以你要買呢就買這個 它這個喝起來的味道 非常的濃跟香 有些人是因為如果說 可能下午很累 想要喝一下奶茶 這是低咖啡因的喔 你比較怕說睡不著的話 你就可以吃吃看低咖啡因 日本來的麵啊都超Q的 真的是手做的那一種 覺得保存很麻煩的話 你買上面有夾鏈帶的 仔細看呢 它的麵的成分呢 都它非常單純 就是只有加一些食鹽跟油 和澱粉而已 日本的麵條可以買喔 我剛剛偷抓了這個 WTF 它又叫素杞欸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啦 我的啦 我突然多了一個東西 超Q 有人的手又在蠢蠢欲動 配牛奶是賣片 它做成焦糖餅乾工 而且它還怕你不知道 他Made in Joppa還貼兩個喔 麵包粉 其實麵包粉呢 你也可以自己做 吐司邊啊 把它刮下來之後 然後弄乾弄碎 然後烤一烤就可以變成麵包粉了 但因為我比較懶惰呢 我會直接買麵包粉 有時候是炸香蕉 我不喜歡單吃香蕉嘛 裹蛋液 裹麵粉 然後再裹麵包粉 就可以煎來吃囉 非常的香 這是什麼 超好吃的 看起來很辣 但是其實一點都不辣的辣油 看起來很辣 卻一點都不辣的辣油 那還要買嗎 不對 這個 這個我昨天有用 完全不辣 對 是真的不會辣 它是真的沒有辣 是我超怕吃辣的 然後不辣到就是 我覺得你幹嘛要除這個 沒錯 你知道我加了50嗎 然後因為我不吃辣 我也加了50欸 我不知道為什麼 躺躺那麼推這一個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蒜味 你就買那種蒜醬啊 但它有一點辣 但是它沒有辣 放回去 欸我要買牙尖刷啦 牙尖刷在哪裡 耶 最近有在 欸 戴牙套了 我是那個舌側牙套 一直沒有跟大家說 所以要買個 XXS的牙尖刷 欸 誰誰誰誰誰 超超超極細 臭的其實就是你的牙縫 所以你一定要用牙筋刷 或者是牙線 把它渣渣給掏出來 因為真的不是你用牙刷 或是電動牙刷 就有辦法把你的那個 縫縫裡面的東西給刷掉 出錢一丁 香港的朋友 一定都就到這一個 一定要買這個泡麵 醬油杯麵超好吃 這個要買個集 小弟我其實真的很愛吃巧克力 買了一堆巧克力 然後這個是海膽的洋芋片 剛才糖油大推薦 它是可麗露造型的 巧克力軟糖嗎 喔 其實我沒吃過 因為看最近很多人在介紹 該拿一條了 好的 直接拿 你都買吃的欸 好格 你很像肥宅 這下面的都是糖油大的化妝棉 這個 老闆非常的需要啊 推薦 你一定要買 對 剪輯師 強力推薦 好 買下啦 我買一個 超級簡潔式 88塊我不信任他 我會不會就 喔 因為我超喜歡泡澡的 所以我就買這個藥湯 水溫都控制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加個兩匙 沒有生藥有甘草嘛 我也有買這一個 疲勞修復 欸 我也想要買這一個看看 他說這個是腰痛 我超容易腰痛的 咖嗓也會痛 是有什麼 鬆筋液欸 其實我平常出門 我是不帶錢包的 今天我是有帶這個 油症必殺金龍卡 你們第一張的晶片金龍卡 是不是就去郵局 然後媽媽都會說什麼 這次啊 過年有收紅包 我就把你存在郵局裡面 那等著呢 想要去領那個錢的時候 你就要特地跑到郵局 你把它辦這個卡片 好 我們是不是都要去零貴 總之呢 你只要有郵政晶片金龍卡的話呢 就可以去 申辦郵政數位 Visa金龍卡 以前辦的那個晶片金龍卡呢 是上面是沒有寫Visa字樣的 只要透過行動郵局的APP 你就可以線上申辦 像我們家諜賬的呢 你只要綁定你的LivePay就可以 它是數位簽帳金龍卡嘛 所以等於是你也不用擔心說 你的額度會不夠 好囉 我已經用我的LivePay 已經綁定了我 郵政數位Visa金龍卡 接下來就直接要付錢 哇 11043 郵政數位Visa金龍卡 這個方便 我們剛剛去 購物商場買完東西了 我們這個方便 跟滿碳群體一樣 超長的 欸 怎麼辦到了 這個東西如果在Costco 它會很困擾 那你們知道最近很有名的MBIT嗎 是MBIT嗎 MBIT啊 來公布一下 我是ISFPT探險家 我也是探險家欸 我是ISFPA 那E型的話就是你是外向的 I型就是內向 有符合你們的既定的想法嗎 是不是 是不是底下 就是我們倆可能鏡頭前面是這樣 對 你們鏡頭前面是這樣 對 但私底下都這樣 對 不要這樣子 但跟我們今天購物的內容有什麼關聯啊 我們就是要看你們的人格 到底有沒有符合我們的消費習慣 欸 你剛剛有買很多嗎 你有在思考嗎 欸 我買蠻多 但是其實我都是走一個務實的路線 如果我想說家裡有了就不要亂買 我們要買道具的話 真的是會用到 你剛剛是炸蝦嗎 我們家的同事幾乎都是貓控嘛 然後我們就想說可以買這個玩具 那我就是不買 之前買過一次之後 我們家的貓是 連玩都不會玩 因為它只玩垃圾 因為剛好最近有些配音啊 配大筆小新電影版的 喔 所以這是道具還是你自己想收藏 自己想收藏 務實 這個務實 那你有看價錢嗎 也沒有 我剛剛其實沒看價錢 喜歡的東西就沒有看價錢 我真的是喜歡的東西 我比較少去看價錢 像我就覺得說泡麵我只是想吃 我也沒有想要去比價說 這個泡麵是便宜還是貴 然後跟我只是想要體驗說 這是日本的新蟹麵 所以你會自己開貨 平常 會啊 我昨天就洗了一鍋米 然後開了那個咖哩料理包 開始有小孩之後呢 就有一些東西 小朋友的東西 我們還買了一個 財富自由一蘭泡麵 一蘭辣麵是誰要買的 卡卡 你這個我根本不知道 你什麼XXX 可愛分 欸 我跟你講 我買超多這個的 因為我一次買是買一箱的 這個可能180吧 對 180 對 但是我買135而已 你看價差了多少 我都買那種蠟絲那種泡泡的 啊你就可以拿那個泡泡有沒有 啊你就可以遮點 夫妻也可以這樣 要有情趣 就剩小朋友睡著的時候 哈哈哈哈 剛剛卡卡她進去就很想要吃蟹肉棒 超多大喜蟹肉棒 520喔 好開心喔 好多蟹肉棒喔 我沒有幫卡卡買襪子 買三送一喔 剛剛Picky還在講說 你知道那個剛剛卡卡挑了一個很醜的襪子嗎 她挑了四雙襪子 我看到你的襪子破了 我覺得可以買 但你如果襪子沒破的話 就不要買 物質 這個物質 我就買了這個鬆筋液 它可以治你的腰痛 我最近去竹橋三號按摩 然後那個三號的按摩師就說 你知道有一個人跟你一樣也是痛這兩邊嗎 就是我老闆娘 因為我老闆娘 平常就是有在騎嘛 啊 啊妹妹你騎什麼 在騎啥呢 就說為什麼 這裡會痠嗎 她有大尬在裡面 然後她看到只要有關大耳狗的東西 她就在那邊尖叫 我是INTJ 然後在建築室 喔 喔 她的消費習慣是 你不喜歡逛街 在想買東西 可是一出去逛的話 你就會爆 打通 好像有一點是我欸 因為我平常都宅在家 但是我只要一去日本 我跟我媽就會 狂買 而且是 我看就直接拿拿拿 好厲害 像我現在這個我就拿了三包 我被她推可能有這個 浩哥 她說這個 拉王 拉王 喔喔這看起來不錯欸 會拉王 這個是此生會拉王 Peggy就買了一些零食 喔這很好吃 然後這個是怎樣 因為我是那個 ENFJ 金錢官就是 比較喜歡花在體驗上 就人家如果說 這個一定要體驗 大概就要用一用看 我們其實都用電動 然後其實用不太到這一個 可是 因為大家都說很好用 所以我一定會 對啊 這個人家來刷你的腋下欸 他沒合開的啦 那我們家的Kiwi啊 只買了這一個 Kiwi你是什麼型啊 就是INFJ 調停者 調停者是什麼個性啊 換錢跟花費都不感興趣 喔 哇 你就只這個欸 看賢家 看賢家是衝動購物 對看賢家衝動 但那一點的話 我覺得你的個性就沒有很緊 買一件東西好像真的需要一點衝動 像比較貴的東西 你買車也是因為C 對欸我就覺得說 每次還要換車好麻煩 雖然買一台保姆車好了 喔 衝動一下 對我就是很衝動 呃 好可以出結尾了 哈哈哈哈 好了以上MBTI這個16人格的測驗呢 可能不是私有每個人都真的那麼準確 我們是以生活的角度來看說 到底有沒有跟自己的人格符合 那如果說呢 你手上呢 還是郵政晶片金銅卡呢 那也歡迎到行動App 興奮申請郵政數位Visa金銅卡喔 多了一個數位資格呢 我們出門呢 也不一定一定要帶錢包啊 或是要帶卡片 然後你直接手機B卡就很方便了 行動郵局App管理掌握功能很方便 可以查账 還可以看到自己Visa交易名信 不會忘記說去哪裡消費 那過往如果說要開網路刷卡 國外交易Visa刷卡限額等功能呢 都要需要到零貴辦理 可是我們只要透過行動郵局App 就可以直接開關囉 起日起的12月31號 不限郵政Visa卡 或者是郵政數位Visa金銅卡 只要是首次申辦啊 不限消費金額認刷一筆 就送50元的電子券 消費累積滿6000元呢 再抽IP郵獲紅利點數6萬點 價值6萬元喔 還有郵政數位Visa金銅卡 再獨享消費累積滿7200呢 就可以加碼抽MacBook Air M2 512G的電腦 價值4萬6900元 天天還有一個獨享好康呢 要跟白色公主的粉絲分享 透過吃吃連結啊 申辦郵政數位Visa金銅卡 請輸入吃吃我的指定代號878787 前100名的申辦成功呢 認刷一筆呢 就可以享用150元優惠 超過100名也沒關係 還是可以享用150元優惠喔 符合優惠的順序啊 我們不另行通知啊 不曉得大家對於 吃吃跟浩哥 今天的表現有什麼想法呢 跟你們印象中的螢幕上一不一樣呢 歡迎底下留言 看我們下次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也謝謝浩哥 耶 浩哥好我已經當爸了 但其實我也當媽了 因為我最近養了一隻 來來來來 進來那邊來 不要不要 再進來外面來來來 妹妹 好了啦 媽媽